但是如果有些最近沒有那麼急升的 科網股裡面有一隻我都挺看好的 就是這隻780同一隻偽龍 都是配合著現在的一個開放的概念 它就沒有它特別好爆升 首先因為它不是科網巨頭 因為現在大家去撈的 或者會多些資金去入場的科網巨頭多 還有另一樣就是其實它是沒有暴跌的 你去看回如果有高位的跌幅 就算是騰訊也有六成 你以同情偽龍其實它跌了大約五成左右 就是由高位計算的話 就是由高位去到低位 你的科紙其實都跌了不止五成 它在科網股份的類別來說 是絕對是跑贏的一隻 甚至業績也是 因為你作為一個出行旅遊相關的一個平台 或者是一些線紙區 叫做沙瑞 一些軟件類別的公司 很多這一類出行相關的公司 過去幾年業績已經開始出現虧損 無論是航空、訂旅遊酒店的平台 甚至是酒店 很多都出現虧損 但是同情偽龍就沒有虧損 沒有虧損得來 其實只是純利是倒退少少 那業績銀性是很強的 如果看回去年 那個營銀額是59.33億人民幣 那我年跌19% 純利3.28億 那我年都大跌52% 但是這樣的環境還有盈利 已經很好了 其實轉了虧 很多美國的航空公司 都是在期待準備 準備來這一季轉型的嘛 但是它就沒有轉到虧 所以業績銀性是很強的 那走勢也是很硬正的 為什麼它沒有突然間那些爆發 因為它本身就沒有跌得那麼厲害 就是你為什麼美團這期反彈 特別強重 比其他科網的巨頭 那你拉回了trend 就看到其實因為它跌得特別嚴重的一隻 如果你用巨頭來比較 如果你將它列為巨頭 跟其他巨頭的股份比較的話 因為它本身都是一個虧損的企業 所以下來的時候 是沽得特別嚴重 跌得特別深 所以相對上來說 這一隻是沒有那麼大 沒有經歷過那麼大的幅 所以就沒有那麼大上大落 而這幾個月 都是做了一個平台 大約在12.4元那裡 就做了一個環行平台 甚至最新的支持 應該是看14.36元 所以都是一隻一級一級上的 如果你說沒有那麼急升超賣的 那就是這些 於是 還有甚麼 你什麼 我們immune 知不知道 你怎麼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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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计时ереは良品的大稿上停投稿や连活第一ー 日本合佣表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京提到代表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idental 统Start Sky Everyton Revy 跨ienia Ratify coming from theanticotz 很细来说,6618也是有启动突破,突破4月头的顶 如果分的话,在3月尾,4月头的高位以上都是偏强的 刚刚突破罪,这里应该是55左右 55就未正式突破到,如果你计日中高位是55 收市计,应该是52.75 以前就突破了,可以用短线走势,47.45做防守